在女王国将前夕 一位24岁名为拉曼的嫌犯 在伦敦市中心的列斯特广场持刀袭警 造成两位警察受伤送医 原本在这几天就绷紧神经 加强戒备的伦敦警方 现在更如同惊弓之鸟 先前查尔斯国王的车队行经伦敦街道 没想到一名男子踩着直排轮迎面而来 眼看就要和国王的车队碰上 马上被警方大动作压制在地 男子表示他不知道国王会经过这里 而且速度太快他也来不及反应 不过警官执勤是丝毫都不能松懈 毕竟现在全球王室政要都齐聚伦敦 伦敦警方在市中心设置超过36公里的路障 从特警到警犬队都全面出动 布下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维安警力 明星期间会有超过10,000官员 最主要是美国警察 除了警力之外 根据英国参谋总长声明 还会有一万名军人在女王国葬当天待命 在伦敦与温莎宝的宜临过程中 也会有6,000名军人参与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英国政府甚至出动了陆军最精锐的空中特勤队 还有受雇的民间保全公司 也一样投入大批人力 伦敦这次维安行动的规模 比起以往戴安娜王妃葬礼 2012年伦敦奥运 或是今年的白金锡庆典 都要来得更加庞大 英国外交部出于安全因素 拒绝公开完整的国葬宾客名单 但预计会有超过2000位宾客参与 英国媒体点名 美国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统赫佐格等等 都是葬礼上的高风险目标 再加上前来哀悼的大批民众 成为伦敦为安的空前挑战 欢迎新闻刘清文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分享